上品中生呢 我们就怀疑了 造这么重的罪义 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 这什么道理 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 浪子回头肩不患 他是真诚心忏悔 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明白了 无你是我的人 临终生念意念往生 要看他忏悔的功力 忏悔的心 忏悔的意念 如果完全真实 真诚到极处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那么从二十世王这个例子来看 无逆时悟 临终 应念深念往生 他这个品位 可以从下下品 到上中品 不等了 端看 他忏悔爹 真诚心 真诚意念 达到什么样的度数 对 证定 没 证定 证定 证定